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最強悍總統登臺 習過不了這一關 阿波羅網報導 逮捕和起訴習近平 美國會議員促司法部採取措施 將取代B-2 B-1B 美工部首架第六代戰機B-21空中照片 破天荒搶錢瘋了 四川宜兵稻田安水表 自然水源也收費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26日 星期日 我們昨天報告大家 副頻道恢復週末更新一個多月後 我們開始增加政經類內容 我們會在本視頻最後介紹今天的副頻道視頻內容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最強悍總統登臺 習過不了這一關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孫瑞後報導 臺灣抗爭立法院擴權已經蔓延全島 大陸數據專家老蠻25日在S平臺撞文說 國民黨和民眾黨聯合搞出來的國會改革方案 賦予國會以超絕的權力 全臺灣的所有其他機構 包括政府 軍隊以及企業和個人 按這份法案的規定 都必須向國會匯報 並絕對服從國會的任何指令 否則就構成刑事犯罪 而國會的指令 只需要簡單多數就能做出 也就是說 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藍白聯合 可以通過國會 架空全臺灣所有其他构架的權力 把他們全變成傀儡 並且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他表示 源起歐洲的現代政治規則 默認的是參與者都是貴族和君子 整套體系防君子不防小人 現在臺灣藍白聯手做小人 或者干脆是做惡人 按照歐美的政治遊戲規則 居然無法按既定程序抵抗 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非常期待臺灣人民可以創造出全新的政治遊戲規則 能夠預防小人和惡人的規則 歐美各國在政治規則上不思進取很多年了 現在他們左派當道 逐漸向惡人方向轉變 也開始惡意利用規則 歐美的右派也沒有任何辦法 連想都沒想過優化遊戲規則的事 改進民主規則的重任 且看臺灣人民能不能承擔了 郭枯桑表示 說實話 臺灣民主化30年來 取得的成就比歐美強多了 不說別的 就說因為秋役撞門 而改革的現場開票唱票監票模式 就比美國那種黑箱開票強的不知道哪裡去了 相信臺灣人民一定能處理好的 另外 賴清德可謂自李登輝以來最強悍的臺灣總統了 加油臺灣 網友認為 說個實話 就是共產黨慫恿藍白黨擴權才幹的這一出 這樣就好架空臺上的民進黨賴清德 將來中共無論是派間諜來超限戰 還是軍事武統 有了他們操縱的國會牽制 就難以抵擋中國入侵了 說不定還能不費一兵一卒就搞亂臺灣 毀壞民主 也有網友說 臺灣的司法系統何在 像美國這樣可以做憲法絕裁的最高法院有嗎 其實成熟的公民社會 最簡單的就是抄美國整套作業就好 從憲法抄起 完全不需要自己搞一套 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民就不太能照抄了 臺灣完全可以照抄啊 網友表示 權力講究分權制衡 很難想像一個部門能自行擴大自己的權力 卻在程序層面沒有制約 現在看來 美國制度涉及真厲害 總統可以否定立法再通過需要三分之二 而不是簡單多數 後面還有最高法院宣布憲法的最後屏障 也有網友認為 中共想利用傀儡國民 民眾兩黨奪權的陰謀過不了臺灣人民這一關 逮捕和起訴習近平 美國國會議員促司法部採取措施 美國國會議員敦促司法部採取強勇力的措施 打擊中共在中國和海外的系統性迫害活動 包括逮捕和起訴參與迫害政治和宗教意見人士的中共官員 最高可達中共黨魁 英文大紀元報導 看到的信函副本 中議員湯姆·蒂芬尼 安迪·奧格爾斯·荷蘭斯·古登 週四5月23日致信給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 要求對任何代表中共 執行侵犯人權活動的人士提出指控 一旦他們敵美 應將其拘留 蒂芬尼說 拜登政府已經多次認識到 中共正在實施酷刑活動 包括中國境內和世界各地 現在是他們利用國會提供的工具 將言論轉化為行動 並將肇事者升職以法的時候了 中共政權多年來迫害不同的宗教團體 信徒們遭受監禁 酷刑 強迫勞動和其他非人待遇 而且 中共已將其鎮壓政策推廣到海外 通過恐嚇 騷擾 監視等跨國鎮壓行為 來針對政治和宗教異見人士 將取代B-2 B-1B 美公部首架第六代戰機B-21空中照片 近日 美國國防部首次公布了一張 從空對空視角拍攝的B-21轟炸機照片 揭開了這款最新轟炸機的神秘面紗 根據美國空軍的計劃 B-21將逐步取代B-2 成為美國空軍戰略打擊力量的核心機型 美國戰區網站報導 這架B-21轟炸機在空中飛行的照片顯示 其機身採用了淺色調塗層 比B-2的深色設計更適合全天候作戰 此外 B-21的進氣管與非意識機身進一步融合 減少了雷達反射面積 優化了氣動性能與B-2相比 B-21的繪狀機比線條更加鮮明 增強了隱身特性 報導還提到 B-21的後起落架採用單軸雙輪設計 而非B-2的四輪設計 透露出B-21尺寸和總重量較B-2有所減少 這張側面照片展示了B-21設計的流暢性和整體感 代表了美國軍工隱形技術的重大飛躍 B-21轟炸機是冷戰後美國開發的首款新型轟炸機 擁有無與倫比的航程 隱形性和生存能力 能夠攜帶和投放常規彈藥及核彈藥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稱其為世界上第一架第六代飛機 美國空軍表示B-21能突破對手的防空系統 打擊全球任何地方的目標 美國空軍計劃採購至少100架B-21 成為未來美軍轟炸機機隊的支柱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B-21的研發和部署進一步拉大了美國與中俄 在轟炸機領域的差距 相比之下 俄羅斯現役的三款戰略轟炸機 都是冷戰時期開發的 產量有限 中國的新一代轟炸機發展也存在停滯傳言 而解放軍現役的轟6K轟炸機 目前足以滿足任務需求 經過現代化升級後 具備對第二島鏈目標實施有效打擊的能力 破天荒 搶錢瘋了 四川宜賓稻田安水表 自然水源也收費 中共財政緊張 搶錢手段日益極端 近日 四川宜賓市高县慶嶺鎮的水稻田被安裝水表 引發廣泛關注和爭議 當地網民分享的照片和視頻顯示 所謂的高標準稻蝦田都被安裝了水表 網友感叹 用自然水源灌溉農田也要收費 盘古開天以來沒有過 有網民爆料水費標準為一毛錢一方 這引發了大量憤怒留言 許多人斥責當局敲骨吸水 榨乾最後一滴油 有人甚至諷刺到 估計以後呼吸空氣也要裝表計價 實際上 中國許多地方早已實行灌溉用水收費 並美其名曰水資源費 2023年7月 河南鄭州某地曾強制在基井上安裝水表 官方人員解釋稱 這是為了計量取用地下水資源 網友對此不買賬 認為這是為收費做準備 早在2017年 北京市已在1.7萬眼灌溉基井 安裝智能計量設施 三年後實現京郊農業 灌溉用水的精確計量和收費 更早到2008年 安徽凤陽縣農民在知乎發帖稱 自家打的井被要求安裝水表 還需自費2000元並繳納使用費 這種做法讓許多農民不堪重負 引發了廣泛的不滿和憤怒 今天副頻道的內容是 一覺醒來 鐵飯碗沒了 連大俄存單也沒了 比亚迪的屁股真摸不得 憑什麼讓全國人民來埋單 你以為他們是在救市?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請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訂閱我們 再會訂閱我們 ST-4444 rock.com -0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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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4 -0104 -0107 -010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